我感觉这个外国的冰藏业啊 真的仍有啥创作瓶颈 大家都知道关于遗体的处理 到底是土藏好呢还是火藏好呢 两波支持者已经炒了好多年了 那现在都来听听英国最近正在大力推稿的一个全新的遗体处理办法 水藏 注意哦跟海藏不是一个概念啊 不是说把你沉水里 具体步骤到底咋回事呢啊 人家还专门处理一本水藏指南 首先呢这个私底的遗体会被包裹在一个环保袋里边 然后被放进这个密封的不锈钢金属罐啊 装好之后呢 这个工作人员会根据这个死者的体重计算它 水藏到底需要多少溶液 那这个溶液的成分呢 是95%的水 外加5%的轻氧化钾啊 溶液倒好之后呢 把门一关按上开关就可以了 这个金属罐会把里面的液体加热到152度 用废水把遗体煮上4个小时就完事了啊 冷却之后呢 那些人体组织都化成了水 所以那下水道给撑走了 进入到英国正常的水循环系统里边啊 你没听错 是流进了水循环系统里边 那剩下的骨头呢 再磨成粉装进骨灰盒送给家属 这个水藏就算完成了 这套流程下来啊 我看有网友说 这不是高原骨堆肉吗 不过我只能说 他说对了一半 因为有参观过水藏过程的人描述啊 说煮的这个味呢 闻起来更像是真嘎了 别的牵不说啊 我比较关注的点啊 这煮化的液体是顺着下水道 直接进入到水循环系统呢 这听着有点太吓人了 我知道废水处理中心啊 肯定会对这些水进去处理 但是毕竟是俊妙的生活中使用的水 这心理通常多少有点各应吧 不过对于这点呢 走到2020年 英国几家自来水公司就做出个测试 结果呢就是 这个水藏之后排出的液体 就是这个湿水溶解液那些啊 是符合啊 这个循环水标准的 而且排出的水是无菌的啊 绝对检测不到任何人体组织 连DNA都找不到 在费用上呢 这个冰藏公司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也透露了一点 说跟传统的土藏火藏差不了多少 可能有人会问了啊 既然前途差不过 那就费这么脑赖劲啊 这整个水藏是干啥呢 说白岸是为了环保啊 那土藏呢 占地方不说 棺材的材料还要不好 还会污染土壤 那火藏呢 稍微四产的二氧化碳啊 相当于开车跑1000公里 而且能看出来 英国政府也是有心 想把这个水藏推广起来 因为在今年晚些时候 他们还会出台水藏法 这是1902年给火藏立法之后 第一次为新的处理遗体的方式立法 但是环保这个点啊 能不能说服市民呢 那也不好说 大部分人对水藏还是挺质疑的 这个处理方法先不说 关键是个真的环保吗 首先啊 主尸体的那个液体 里头可是有氢氧化钾的 这个是强钾啊 多大腐蚀性啊 你说 你把它冲到下水道里边 不会污染水源吗 还有现在英国这么缺水 去年欧洲高温呢 我还做过一期视频 给大家烙热的 给民众都停水了 你还要拿水来做葬礼 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 有网友就算过啊 说就拿这个推广水葬的 这家冰藏公司来说 他每年能办 差不多九万三千多场葬礼啊 一次水葬得有一千五百升水 一年下来呢 有五点四亿升的废水 要被排放 这还没算 这个加热过程中 需要个电呢 怎么看都不算环保 看来啊 想老百姓接受这个水葬啊 估计还得下点姑姑 不知道童子们 对这个怎么看呢 咱们评论区了